今天这期节目呀 有一位老人非常着急的向我们求助 他说他心疼女儿又心疼女婿 可是小两口的日子 让这位老妈妈特别着急 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着急的妈妈 有请 周女士68岁退休 诉求 希望硕士女婿赶紧找份工作 和女儿好好过日子 是您给我们打来的电话 对对 为什么要求助于我们 九月份十几号吧 我的女婿送孩子到我那 完了一天早上我就问他 我说现在你已经一年没有工作了 我说的那个 你现在最近有没有新的那个工作想找 我根本不想找 完了后来他就说了一句说 他不让我好了 我也不会让他好过了 这个他是指你的女儿 对对对 所以他说了这话以后 叫我心里头很难过 我就想 他为什么要说这话 这么恨我的女儿 我怕他俩今后以后 继续下去发生 很不好的那个后果 所以我就跟我女儿 说了告诉他这句话了 我说如果你们俩的矛盾 始终解决不了 我说我希望你们还是走向 就这个平台叫 叫专家 给解决姐姐 要不你们俩总是这样的话 我说妈跟你们太痛苦了 我就告诉我妈 我说妈呀 你不要再问他了 是不是 既然他都没那个 你觉得你管他们事管得多吗 要说多吧 就是他们这个孩子 或者家里的事 我比较多一些 您这个女婿买账吗 不买账 一点都不买 她从来在我面前 没有说表扬 哎呀 这个妈妈 这岳母啊 很辛苦 从她我女儿和她结婚十年 我没少帮助她们 人家都说严奉死 我们才是一个严 明白 但是我 从来我不想让她说我辛苦 只要她对我女儿好 我就满足了 关键是 她没有对她好 好 掌声有请这位岳母 您今天都六十八岁了 对 看着可不像 按说 七十都要算是古来西了 对对对 应该说是该养天年的日子了 是的 还在为孩子操心 对对 就这一个女儿吗 三个女儿 这是老几呀 老二 一直跟着这个姑娘 我两个女儿在北京 所以就随同她们来到北京 您这个女婿为什么不工作呀 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了 去年的九月十几号下来的 周女士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忍不住劝导女婿 能尽快找份工作 摆脱困境 却遭到女婿激烈的反驳 我有一天早上 她也是送孩子来 我就说 哪怕你能找个武器 有五千块钱工作的 你也应该上班 一个男人在家总这么呆子下去 能好吗 心情也不好 家庭务员也不好 完了是吧 熬了一声就跟我喊 你在说什么呢 我在我就没往下说 低着这标准我就不干 有些想法都比较简单 她这个人从来不听别人说 说她指责让她干什么 比较自我 对对对 那问题是现在一年都不工作 家里边的花销怎么办 就是我女儿吧 她这个说法 完全不爱 你女儿赚的钱 够一家人花吗 就不够也维持生活呗 你就不考虑自己 你还得考虑孩子家庭吧 你心疼女儿吗 怎么不心疼 忙吗 相当忙 那还得够家 对对对 我要工作的话 我的钱能够支撑这个家 我夫人她的挣的钱 支撑不了给家 曾经跟她说 我说你这人不适合结婚 你把我坑了 从当我女儿有了这孩子以后 这一年多 像她在家待是吧 应该那个 我女儿早上七点钟 六点半起来 就得把这孩子 七点之前就送到我那 完了我就得下楼 大道去接这孩子 那你女婿为什么不去送啊 人家就不 我女儿一开始让她送 她不高兴不起来 她的生活规律相当不好 每天晚上得折腾两三点钟 这干啥得到四点 她才能入睡 完了到白天她去睡觉去 黑白颠倒 对对对 你要说了 就为这个事 从她俩结婚以后 她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 说了话这么多年 我越来越难琢磨她 一开始她结婚 三个月之前的时候 她还没这样 还有所表现 小两口嘛 早睡 后来她就不这样了 我姑娘也别不过她 我都放弃了 不想改变一个人 真的不可能 在我的印象中 如果孩子很小的话 两个人有一个人不上班 挺好的 带点孩子啊 是啊 她不带 今年三月一号 我还有小女儿 她的孩子四岁了 送到幼儿园 我每天得带俩孩子 早餐去送我那个女儿的孩子 送到幼儿园 晚上我还得要接这个孩子 还得推着这个孩子 去吃幼儿园接去 三月一号 我把这个胳膊就上幼儿园 就进到那个屋里 一下就摔倒了 把我这胳膊就摔伤了 完这个都骨折了 完了那时候我就跟我女儿说 我说你看我把胳膊摔了 我说就是让她碍眼 我说那个让她看几天 到五号四号 她看了一天还 到第二天 她就跟我女儿发脾气了 就说的 我这一天不能带孩子 还做饭 她就不高兴 跟我女儿摔脸 这俩就寄个上了 厨房里头都是 又是刀啊又是这个 你把它放在外面 我也有点不放心 她进了厨房 她又给你弄这弄那的 我女儿就一堵气 第二 第三天就把孩子送我这来了 早晨就哭了 完了就说妈 那个她也不看孩子 那个饭也不给我做吃 完了我说那 我说那你还妈 还是给你看吧 我说不管咋妈 还有一只胳膊呢 在这过程中 这个丈夫再也没有 带过孩子 没有 完了她也不说 像那我都 我都不要求任何人 怎么关心我 她也没有说 打个电话 孕母娘怎么样啊 那胳膊好没好 过来看看 没有 从那以后 我女儿就天天往我这儿送 帮我推一下女儿的话筒 这位女士您好 你好 妈妈说的都是实情 对吗 对 你会不会觉得 这挺给老人添麻烦的呀 是 确实是这样 你想想 家里边有那么一个人 他没 不上班 你还不带下孩子 妈妈这胳膊坏了 对对 那个时候让我挺难弄的 那你没跟你丈夫商量过 他带下孩子吗 因为他原来 以前的有过那种表现 就是他觉得累 带孩子 不是 他觉得累也没关系 关键是 你有没有要求他 带他不带的时候 这肯定 人家说话都已经 虽然没说我不带 但是人家说 我不能又带孩子 又给你做饭 那他愿意带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是不是 是好帮我推下先生的话筒 先生您好 你好 有这事吗 有 有 您都不上班 您还不在家带一下孩子呀 我要是能真的不上班就好 对 但是起码 我们看到的是您没上班啊 对对对对 对吧 呃 岳母的胳膊摔了 您知道吗 去年的事吧 今年三月三月份的事 呃 那那我可能记错了 那个我记得是去年 有段时间 今年三月 今年三月份 他胳膊摔了 您也没想着你带两天呀孩子啊 带了吧 如他所说的 他您不是就带了一天吗 带了一天 不是 知道我这个这个三月份的事 我真的记不清楚了 但是您当时有没有想过帮着他们带一下 因为那是您的孩子呀 三月份是是找工作的时候 嗯 对吧 也就是说很忙 不是很忙 就是你琢磨事情的时候嘛 您是不是带过以后跟你女 跟你这个妻子说 哎呀 怎么怎么样了 挺累的呀 什么的 会有吗 不是不是累 是那个那个 呃 孩子啊 他要是自己在外的玩也行 他老要跑到那个厨房里去 那个什么 那不就很危险吗 嗯 我就 我就很烦躁这个事 对呀 但是他要到你岳母那儿 你岳母不是 也得做饭 也得有孩子呀 对吧 那你岳母难道不在厨房里做饭吗 那难道孩子就不往厨房里 男性嘛 可能那个就是东西的摆放乱一些嘛 反正这个过程中 就您没能主动分担他们什么 这您是承认的 对不对 我承认的 从张先生闪烁其词的回答中 我们似乎感到 他不愿提起这些家庭琐事 而对于周女士来说 女婿在家不顾家的表现 让她非常失望和不满 这种不满 其实早在几年前 就已经埋在周女士的心里 05年的是8月份 7月份吧 我老头生病了 嗯 做出的是癌症 哎呀 啊 完了到8月份 我老头住院了 第一次住到肿瘤医院 我女儿把她结回来了 结回来之后 她第一次化疗 就掉了30斤 后来我们家住的 因为我们那边住的是五楼 她化疗以后就上不了五楼了 我就跟我女儿上了 我说这样 叫你爸住你们这边吧 每个是化疗一周 往访过来再个家休息一周 再去化疗 所以第一次厨院回来 我们就进她家门 老头第一个先进去 坐到她沙发上 我女儿是第二个进到他们的卧室 我是第三个 最后是姑爷子回来 我女儿进去之后 她跟我后面进就说 我怎么发现 咱家一两个人 你就闹心呢 嗯 这话我听着非常的刺耳头 我说那话有什么错吗 也没有指他们呀 说这个女儿 指着我的女儿说 那这两个人不就指您和您老伴呗 是啊 所以我心里很难过 打个岔的时间是 我的老伴现在到这种地步了 在我女儿家住两天都不行 而且还闹心 我心里真是 当时我就掉下了眼泪 那个时候老婆行 我老伴也坐在沙发上听见了 后来第二次住院 我老伴就不想回她家了 我就做她的工作 我说咱们还是去吧 你不要计较那句话 我说咱唯一的目的是想 把你的病治好 最后我把我老伴劝 她听我的了 连续住了五次院 最后06年的3月15号 老伴是第六次住院 那时候就不行了 就4月1号就走了 这事对您打击特别大吧 相当大 因为我们这个家庭 我和我老伴从结婚到她走 我们这40多年 没有一句恶言恶语 说话都是特别平和 这个家庭 没有说吵吵闹闹 用一点小事都斤斤计较 我们没有过 她就希望男人都像我那个岳父似的 就是温温而雅 都特别客气 什么话都听着 所以这件事对您打击那么大 您可能挺需要孩子们安慰您的 对对对 您这个女婿安慰您了吗 也说过 就是说妈已经 我爸已经走 你也别太难过 这样也说过 但是没有这个岳父之后 整个家庭就像那个 方正塌了 但从行动中你觉得安慰 周女士和老伴的感情一直恩爱有加 老伴的去世让周女士痛不欲生 很长时间她才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 但是女婿在这段时间的表现 却深深刺痛了她的心 特别是老伴病重期间发生的一件事 让她对女婿暴躁的脾气耿耿于怀 我老伴住一周了 就是家乡的营儿嘛 还有我妹妹 还有我东北一个女儿 还有她的弟弟 她也想这几个人 那个我觉得其实他们三个人来 得住在我这个女儿家呀 我今天晚上就想要跟他们回去 我就想给他们安排安排 这个床怎么住法 我就跟他们回去了 可是回去之后 这个姑爷就不想送 那我们家过去 如果说我父亲到这岁数了 她可能会替我这些东西 老公就觉得呢 这事不用你回去办 我就可以替你办 完了那个我女儿就要送我 但是她呢 就是说我女儿开车送我 她不跟着 她也觉得面子不过去 完了后来 就她俩就一起开车就送我 没什么大部分事你都可以开车 家里发生这么大事 你就不能开车送一趟吗 在这个路途当中 他俩就在车上就用这件事就吵起来 到底是那个岳父都躺在床上了 这家中的男人应该是我最大 就在吵啊闹啊 嗷嗷地跟着爹 隔着隔着隔着 他俩都在前面坐着 最后我老伴有病 人都要死了 我那脑子那神经 简直都像爆炸了一样 而且他俩在那里吵 就像要把这车抬起来了似的 送一趟就既然送了 你就送了 你就不要再在车上 再说这件事对不对或者 当着您的面 而且我还在后边指着我女儿 我不怕大家笑 指着女儿骂我 当时我听见了 我真的 我那心呢 简直就像要跳出来 突然有时候会骂我 他还是大男子主义非常强的 所以说我 我就说我跟我老伴平行 不重要过这么些年 他都没一句伤害我的话 我很难过 当时这个情景的时候 哎呀简直我那身上嘚瑟的 他腿都不好使了 我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都想开着车门 我都想跳下去 想摔死 我这一口气 我就想和我老伴一起走了 你怎么知道 你应该做哪些 是他需要的东西 可是我又想了想 我不能这么做 如果我走了 我要是这么做了 这个车和我们这三个人 都很危险 当时我就这么冷静了一下 我没有这样做 来推一下这位先生的话筒 先生您好 你好 这件事有吗 有 当时您的确没太顾及岳母的感受 对 我有不同的想法 对 有没有不同的想法 你现在觉得当时 是不是自己处理的不够冷静啊 对 然后你们吵得很厉害 不是很厉害 就是 就已经生气了嘛 但是你的确说了那句 特别不该说的话 对 你宽容之下 别人才会顺服你 我能够理解 您当时肯定是跟你这个妻子有气 对不对 然后呢 肯定也跟岳母事也有关系 对吧 对 所以您把这个火呢就发了出来 嗯 我就在想 您为什么没有等岳母下车以后再发 啊 那天还是我开车来的 那天还是我开车来的 说明您这脾气也不太好 对 我有假抗 哦 您有假抗啊 哎呀 那件事对您伤害挺大的 很大的 我妈说的是实事求是 说的是实 这怎么圆进化呢 我是这么想的 您到最关键的时候 生命要结束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两方是人也能帮个忙 何况是自己的姑爷子 我有时候就像 你们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 最近有没有他跟女儿 或者跟你们发火的时候 有一次 嗯 姑爷子给我打电话 说妈 那你去给我们买点菜去吧 我们家没有菜了 我还觉得我挺高兴的 我就去给她买菜去了 买完菜以后呢 完了我就心 哎 给她们买条鱼吧 也剩半个小时 他们就下班了 下班了 我就辛苦给她们坐上吧 我女儿先回来的 还一进门 我说都给你们坐好了 我说那吃饭吧 完了呢 他们两个呢 就用这个姑爷子 给女儿打电话 我女儿没接 那个时手机啊 就没听到 手机声 铃声比较小 我就没听着 我女儿也要到家了 就形式说 在家开车 就没接她这个电话 完了进门 她就问 说你叫我女儿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不接呢 我女儿说 她说我还开车 我再说我也要到家了 我还接着电话 干啥 她俩先后 没有差几分钟 就进屋了 根本不算事的事 就在她那 她就有点受不了 不知道为什么 随便是我这么大的 我回了家了 我要不吃吃饭 我就提电话告诉我 完了我就 给那个姑爷 下个台阶 我说 我说我把饭菜都做好了 快进来吃饭吧 洗洗手 吃饭的时候 我女儿跟我坐一边 我就高脚踢了她一脚 我说你别自身 她愿意磨叨就磨叨 她上桌又说了 两遍 说我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莫得我一提 我女儿又没自身 也没给她搭这个茬 她刮一下就把筷子摔了 做饭我不吃了 她就进屋里躺去 就像小孩甩小杏 那感觉 你知道吗 当你觉得你的关心 不是人家那个所需要的 那你何必要 何必要费这种精神 当时我是这么想 你让我给你们做饭 不是让我给你们买菜 反正我又把饭菜 都给你们做好了 你今今看不饭 看佛面 起码我还是个长辈吧 我把饭给你做好了 你们应该高兴 老太过来 我要买菜 你把饭还给做好了 咱应该吃个高兴的饭吧 一个电话没接 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她已经给你解释了 你还要磨得起来 没完没了的 那您后来 又跟这女婿 沟通过这事吗 你说这饭 我们娘俩能吃下去吗 本来应该很高兴的结局 对吧 后来她又进屋躺 我就临走的时候 我就进屋说了她 我说你今天应该发这火吗 我说本来就一个电话接没接 她都给你解释完了 你还发这个火 你要看在我的面上 你也不应该发这么大火 快一摔你饭不吃了 我说你自个儿好好想一想吧 完了我就走了 还帮我们当孩子 我就想是不是他有别的原因 但是他也没告诉你有别的原因 你跟他沟通也不跟你说 那么这位先生到底心中有什么样的怒火呢 我相信他过去是高管 然后一年多突然不工作 他肯定自己也在难受 所以呢 他这个怒火可能没有地儿发 然后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我们来听听这位先生到底怎么说 掌声有请先生 岳母现场的一番话 让观察室里的张先生坐立不安 面对岳母的指责和对自己的评较 即将上场的张先生有着怎样的想法 而他一直没找工作的真正理由又是什么呢 张先生40岁 山西人 工商硕士 失业 曾做过外企销售高管 听到刚才岳母说的话 闹心吗 我不太闹心 为什么 因为他说那些事呢 我基本上承认 但是那是我的小节 但是我的大事做得不糊涂 那您今天来这里 您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 把我们 我和我夫妻 我们夫妻之间和那个 我还有我丈母娘 这个三个人之间发生的一些 还有包括我父母之间发生的一些事 让专家给分析分析 然后呢 我不是说想让专家评价一下谁对谁错 我只是想让大家都宽解一下 只有这鸽子解开之后 可能大家才会去忘记 或者是过去这件事情 你觉得这鸽子好解吗 说好解也好解 说不好解 来 掌声有请先生 请坐 你平时在家里见到你岳母 也基本上是这样 不说话是吗 不是啊 说话是吧 我妈可能忘了 我叫她叫得最小 她还是挺客气的 客气 现在她说我的好了 不是 你刚才在台上 你不是说我一点都不好吗 我说你做的 有些事做的这些 她要跟我妈那个了吧 你看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 有的时候是有点控制不住脾气 就是我觉得是那个 因为那个我妈说的非常对 因为那个02年结婚之后 我就转到销售了 作为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这种人 我觉得可能就是老 父母亲都叫你 告诉你要老实本分 但是没有告诉你说 怎么去跟这个社会啊 各个层面去处理关系 刚开始干销售也没有人带 那个压力比较大 白天你可能拜访完用户了 然后晚上可能要自己琢磨一些这些事情 可能导致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 那以前她工作应该是一直在上升阶段 我刚才在下车来说 如果您采访过我的大学同宿舍的那个同学的话 你会很精细地发现我在宿舍里是维护早睡觉的一个人 你的生活习惯不打扰到我的生活习惯 不打扰我的健康睡眠 你还怎么样就怎么样 您现在的确是每天晚上不睡觉 对对对 这种生活习惯持续多久了 有一段时间还可以 但是可能就是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吧 你觉得压力大吗 也大也不大 即便你以前达到过很高的高度 你还要现在脚踏实地 找一个工作不难 但是要找一个好工作难 对啊 但是您想想 你太太一个人在养家的话 那她会不会也很累 不对不对 嗯不对 我手中有钱 我自己的钱 我家里买菜 就包括我自己生活费产 都是我自己在逃 那就是以前你攒的呗 我借的钱 你借的钱啊 我之前 去年我之前是要跟那个朋友做生意的 这钱没有没有还 然后我就再花这个钱 那你心里边没有压力吗 有压力也没压力 我一个月挣得多的话 要还他也容易 太好高骛远 那你要是挣不到这么多钱呢 我相信 可是 我觉得 因为我曾经挣过那么多钱 是的 我觉得我们不 曾经是曾经 我们现在要的是现在 因为现在情况不是以前那情况 对吧 关键是 你借钱生活这事您知道吗 不是 你听了以后害怕吗 嗯 害怕 前些年您的工作 有大量的积蓄吗 没有 所以就是你着急吗 我上海就问你 就说 也着急 也不着急 不是很着急 这个问题根本 你就不能对他提 你知道为什么 你这个岳母和你的妻子 那么着急这些事吗 就是你的态度 其实 咱们还不能说你现在是一单身 那么考虑 你现在还有孩子 有家庭 我觉得先生 我对您的第一印象 因为我父的钱养不了家 我对您的第一印象 我可以说一下吗 可以 我觉得您是一个智商还不错 但情商不是特别高的人 但他对自己的评价是 情商非常高 智商不高 情商不高 人能做了销售吗 我指的是 我只是不善于处理这个家 对呀 我说的就是这个呀 就是您看您刚刚说的很多话 我如果是这位岳母的话 您所有的上场来到现在 您没说过一句稀伙的话 因为我觉得咱今天是来解决家庭矛盾的 对不对 家庭问题的 但当您坐到这的时候 您从第一句说 您现在知道说我好了 您刚刚不是都说我不好吗 然后第二句紧接着就是 那个我着急也不着急 反正我借钱花呗 我什么什么呗 就您的这种状态 咱们老妈妈 刚刚她说的那些话 我理解的准确吗 您是不是心里面的火是越烧越高 对 我觉得她没有正面说 我尽力 我想办法去找工作 踏踏实实的管这个家 管老婆孩子 因为我就想让她这样 就您想要的她没给 那我就要说得深一点 因为这些年 这两年发生了很多事 让我对生活失去了一定的信心 比如说 比如说家庭矛盾 我觉得事业受阻 像我在底下 你刚刚听到您说的一句话 叫事业受阻 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 如果有家庭的支持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生活激情的 可是我这两三年 我们恰恰是 有了这个孩子 就发生了很多矛盾 她就是这么认为 但我认为不是 你觉得这矛盾跟这个对面这个岳母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跟我父母前有关系 你可以说有一点关系 但是你不能说有绝对百分之百 因为这个 主要的关系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是两种 这个是不同生活背景的 这个老人的这种 这种这种互相适应吧 这么一种冲突 而那个我 你能看看 我丈母娘 我妈是属于一种 个性比较强的人 她认定自己想法 她不会轻易感变的 我觉得她老婆是我母亲 您个性强吗 我个性不太强 这个个性强不强 得别人看 自己看可能还真不行 对 那你会不会觉得 丈母娘参合到你们的家庭生活中了 有一些 比如说 我其实非常愿意带老人出去 一块玩之类的 但是我发现啥 就是我的夫人在有 他们老人在的时候 状态不一样 她就是这么认为 但我认为不是 变得非常那个 就是像家里这个顶娘柱似的 像个儿子似的 顶娘柱似的 在爸妈面前的争口气 对 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她是我妻子 我们也曾经有过这种 这种很好的 出去游玩的那种经历 但是作为这个 从理性上来说 我觉得 岳父岳母对我付出很大 我出去玩的时候 总是 而且我妈还问过我 我总是肯定的回答 说我当然希望你一块去的 但是我就觉得 就是 不是我丈母娘的事 是我夫人那个 有些情况我不理解 我现在父亲不在了 是吧 只有这么一个妈妈 就算你 出去玩 带着她 我觉得 没 没什么不能理解 从您的角度来说 您认为 这个妈妈的确 对我们付出很多 对 你认为付出很多 对 同时也 对你们的生活 有一些 磅磅 对 个性 影响 非常散感 有那种 特别不愿意 妈妈脾气大吗 脾气很辣 是吗 她说话 你见她小声过吗 刚才还可以 小声不下去的 今天还可以 今天可能在这比较克制 觉得这人 心眼太小 我可以说几句 当然 可以 他们俩反正 经常有些小矛盾 什么日子我就忘记了 有一次我去她家了 去她家她送我 她倒很 要说尊重老爷的时候 多争都叫妈 这一点我肯定 叫得还挺大 还挺挺那个口 嘴还挺甜的 但是来一些脾气的时候 她就控制不住了 这是她的 完了有一次 她送我这个路上 完了我就跟她说 我是两个人 夫妻两个 我是男人 女人就是她再不好 我说她是你的妻子 有些什么事吧 做男人就应该大量一点 多担量她一点 我就这么劝她 她反过来 我这姑爷就说我 她说我欺负我老伴了 当时我给称我就急了 她就觉得 我爸跟我妈生活 是我妈压着我爸 这根本不是嘛 你才看着我爸 我妈几年 我说你怎么对我这个评价呢 我说我老伴对我的评价 是一位贤妻良母 我说你根据你什么 你对我这样的评价 我当时我就急 我就这么回答她了 这次是最刺激我妈的 因为你和我要有矛盾 或者怎么 你不能拿我妈在这说什么 这个时候也就快到我家门口了 我很生气 当时我真就急了 或者她也没回答我什么 完我就下车了 我不能让你压着我 我就什么都给你顶着干 我就想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个评价 这今天也咱在这个场合 你说说 妈哪些地方不对 反正你家 你为什么对我这个评价 你付出也最多 她这种想法就是因为什么呢 我跟你女儿结婚了 不能把她欺负住了 她就是这个状态 对 不能让我把她压住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不能说想象把我变成有乐父那样子 她就是这样 我没想改变你 但是你不能用这种话说 我老伴 我欺负我老伴 我是这么理解的 她还是大男子主义非常强的 她喜欢站上风 让大家观众听听 她应该 应不应该这么平常 我帮她问一句 以前您跟你老伴 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您主事 还是你老伴主事啊 我主事 但是我这个老伴特别随和 对呀 我做什么事呢 我跟他商量 我们俩都同意了 不是 就是 你确实跟他商量 但是他基本上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 你就已经盯好了 有的时候也那样 大部分时候我们是能看出来的 所以 这你说的对 我妈妈非常讲道理的一个人 但是他们过日 我不要求 您听我说 就这个女婿 她属于是那样的人 她就是吧 其实呢 她人也还不错 但是呢 不错 她的后头 你别着急 她人吧 也还不错 但她有一毛病 她喜欢叫真儿 就往往敏感的人 就爱叫真儿 我觉得这位先生 可能是比较敏感的人 所以她还叫这针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她不 她不到你们家来 她还真亏死了 你知道 您想想啊 你们太像了 您想想啊 咱们在座这么个男生 哪位 哪位会一上来说 呦 您现在说好 您刚才不是说我没一个好处吗 就这一句话 我就明白 您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了 所以 阿姨 您先休息一下 我帮您采访采访他 2002年 事业顺风顺水的张先生 和妻子相识 并很快结婚 妻子的干脸和开朗的性格 让他非常欣赏 十年来 在两人共同的努力下 终于实现了 在北京有房有车的梦想 2010年 可爱的儿子出生了 正当他们的生活 越来越让人羡慕时 两人的感情却慢慢疏远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和岳母有关 还是另有隐情 之前那些小事 可能都有摩擦 但是不足以 让我产生 对我夫人的一些 观感上的一些改变 那么第一件事 是这样子的 就是09年 09年 我父母亲来了之后 有一天 他不在家 我在家洗衣服 我妈说了一句话 说 这衣服都是你洗 你哥在家可不干这些 这话的确是我妈说了 因为觉得他们可能是老 传统的那种思维 就是男人在家里头干这么多活 可能他是觉得是 儿子辛苦了 这也作为妈的一种疼惜 我比较傻 我是觉得 好像应该跟妻子夸笑一下 所以说我跟我夫人说了 那意思 他在我们家 他干活了 多 他妈的意思就是这个 结果我夫人就 就有点翻脸了 你跟你夫人说 我妈说 你看这我哥都不干这事 对 你看我干 你看我说你情伤有点问题吗 你还不承认 可能对这个女性的情伤 是有点问题 我即便现在我结了婚了 有的时候 陌生女性 我仍旧会觉得脸发烧 然后你妻子反倒跟你闹腾 你很生气 对 你不能两边传话 实际我都一再压迫我女儿 你不要跟老婆婆 再叫出这事 这是一个 我的意思是 我说即便她说这事 我说我干的呀 你没跟你爸妈说这事吧 这不是后来 这就是可能我认为的 头一个埋下的一根刺 这是第一件事 让她对我恨得刻骨铭心的 第一件事 我可能就很内疚 你看这个事我这么傻 我说跟她说什么 是吧 因为我从来不瞒我夫人 什么东西 就是有时候在外头挣点钱 还不等回家呢 就要电话先通知 挣了一些外快 我有这个概念 我俩有点反着 我有点像男的 他有点像女的 一般都女的事多 有点小小的事 妈人家的 他就有点那样 第二件事就是啥 那个生完孩子了 生完孩子之后呢 月子是我丈母娘伺候的 然后我爸妈来了 就是接着照顾一下以后的日子 然后那个 有一天我就跟我 跟她说 跟我夫人说 我说你让 你让爸那个 买点排骨吃 她说可以吃点肉 喝点汤啥的 结果呢 我爸已经买菜去了 等我回来 我才发现这个事情 就搞得挺 挺那个 你看这么点小事 他都要跟你说一说 记着 我爸买菜回来了 因为老人嘛 买菜走一趟 我父亲那时候 已经七十 七十五了 走这么来回 这么一趟 然后很累了 然后 我夫人就跟我爸 这么说 我爸就说 可能他也觉得累了吧 就是在说 11点去 来不及了 人家菜场也关门了 就这样吧 下午那个 去那个 潮市买吧 我那个 我夫人说的一句话 如果是我爸 绝对会 立马去给我买 我这人是个性 比较强 是那种比较 敢恨敢爱的那种人 但是我不是那种 无理取闹的人 就当着你父母说的吗 对 说这话让你很难受 对 绝对 因为这事又是我引起的 我要不跟他说 买排骨就没这事了 我妈妈说了 我十年前 性格不是这样 你说现在在他 我这锅火 他就我压不住他 这恰恰是就是我 这段时间纠结的一些地方 就是我很看重的一些 这个关于这个生活的一些理想 在这打破了 你可以说我做的 不够合适 是不是 不是什么 特别严重的问题 而且是可以改变的 对吧 心心特狭窄 小肚肌肠 大男子主义 为啥没有生活信心 或者没有生活激情 是因为这些事 什么叫生活理想 就是您的生活理想是什么 你期前子孝吧 嗯 你这个什么所谓的什么大丈夫 什么修身平下 治天下什么之类的 对吧 修身持家 对 咱别治天下 持国平天下 起码说把这个家庭那个好一点 就因为这两件事 就他心里搁的这两件事 我跟他道歉 至少有五次以上 我父母亲也是老 我认为他们也是老实人 一辈子的情形可能 但是因为我父亲从来没有流过泪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流过泪 在我们家流泪 就是因为那件事吗 不是因为这件事 还有一些事 提起父亲 张先生身怀愧疚 这么多年来 自己为了生活和事业四处奔波 和父母一直聚少离多 这种遗憾常常折磨着他的内心 在采访中 张先生更是忍不住真情流露 我有点想他们 想父母是吗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那个 那个面的时候 老想你的父亲愿意的 刚到北京来 那些年没有立罪之地 现在调去好一点了 就是希望他们能过来 2011年 张先生和父母团聚的愿望 终于实现 但他没想到 妻子和父母的两次冲突 从此在张先生心中埋下心结 而后发生的一件事 却称得他对妻子无法磨灭的记恨 我夫人说我爸拍他的肩膀 他不习惯这种近距离接触 你可能没有 刚才我丈母娘没跟你说 我夫人的印象当中 就自从他有印象以后 没有和妈妈抱过 所以你父亲拍了他的肩膀 对 还有一个就是 那这怎么了 那结果是什么呢 这不就 他在那种某些场合 说出这些话来 那是不是证明了 他意思就指着我父亲的人品有问题了 我没说他人品怎么不好 我就说他怎么有这个习惯 这是吵架的场合 而且还有一件事就是 这老父亲能接受了吗 所以说我就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爸哭过 咱们做个比喻 您父亲是这么拍了一下呢 还是这么拍了一下呢 还是怎么能 就这么拍了一下 对吧 咱们拍一下 那也是老人和小孩的关系 我现在知道了 他们家人就是习惯 还有一件事就是 那时我岳母也过来照顾孩子 然后中午他们轮流睡觉 我岳母抱着孩子 然后我爸醒了之后 就想去接这个孩子 可能也是怕声音 怕出声 然后把孩子吵醒了 然后可能拍了我岳母的腿 她当时可能是穿着短裤 这也是我岳母跟我夫人提出来过的 你知道为什么 我就说2011年的春节 我就 当时我真的是有这种寻死的心 但是你就是习惯 我就不能理解 你可以拍人家那个 表示亲近 为什么就不能叫大哥大姐呢 假如说这有一位先生 他睡着了 我过一次吗 哎 先生 这这是 你您会觉得我有问题吗 不会吧 就基本上是这么一情况呗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因为我跟我老伴结婚这么多年 我们夫妻之间都没有说那么拍拍打打的 11年的春节是我要到那个 我丈母娘家去 按照我妹夫的意思是 你要去赔礼道歉 为什么 反正就是惹了她了嘛 就是拍了一下 反正就是吵架惹了她了嘛 反正是就是说 反正是发生矛盾了 然后呢 我呢 我跟我妹夫说下 我说我不是去拍照片 我说是解释解释 我说是南美方的文化有差距 我说可能他们认为不合适的事 我尊重你们的 你们的想法 可能我爸 我父亲没有 您跟爸爸妈妈会不会是那种 比较那个乐呵的那种 你跟你爸妈妈 会不会是那样 妈妈是那样的吗 对 成长环境不同带来的麻烦 他们家里边是不是 母女之间也很少有拥抱啊 我刚才说了 就是我 我夫人有印象来 没有抱过 我不喜欢 这个 就是他们俩之间也经常闹矛盾 而且还闹得很大 还是我去做做工作 因为在他们看来就是这个 只要这个亲密是 是要有选择的 如果不是老公和老婆 刚领完结婚证 所以是兴奋的不行 只要抱一下 这都这都这都 这都得有问题 我特别能理解 我见过这样的家庭 就是绝不允许任何人在 未经我个人允许的时候 你跟我打招呼的时候 把手搭在我的身上 这是绝不允许的 这个为此 我现在就是 每次在碰见人打招呼的时候 我都把手放在 因为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就跟你翻脸了 你干嘛你 你碰我干嘛你 你流氓你 这不认识 就是对不起同志 让一下就拍了一下 他就敢这样说 王老是这样的 我说我客观的 接受你们这些想法 我也理解他们 但是我父母亲不清楚 是吧 有的一些事呢 我说你们就过去就过去 或想开点过去 但是可能他们接受不了 你整个发情脾气 我找东北女孩 我后老毁了 你比如说 你要是领你的岳母 经常来我们这 看看我们平时怎么生活 那他就简直 这就是一个作风不好 你什么事都没事了 还是家庭教育这么延续吧 家庭教育这么延续 家庭环境 这非常理解 这他绝不是说 他故意找你什么诚 他是真觉得你这样不合适 这不是两个人相处 越来越融洽的那方式 是往两个向远的方式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在生气的时候 没太把你岳母当外人 对应该是 是吧 就你把他真当妈了 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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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客气点了 现在对 现在我惹不起我躲远点 真的惹不起 你想过离婚的事吗 就是一年的春节 曾经想过 就是因为我还去给人解释 然后人家还不接受 还拿着 你说那怎么办 因为这个春节就没 虽然那父母亲都在身边 但是就没个团圆 你说这对我来说 我快事实了 我觉得这是怎么过的 觉得自己埋怨自己也好 还是自卑也好 还是什么 反正是自信没了吧 你觉得你现在自卑吗 某种来说是这样子的 他有一点小成绩 必须得叫别人表论他 您现在准备 什么时候开始去工作 实际上最近也在看一下 但是总是觉得没动力 我还是想这个是 其实我挺感谢我妈的 她其实挺暗面的一个人 她能够到咱们的节目 我其实挺感谢她的 我也想这个 不管是我错 我对也好 我想把这个疙瘩解开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还是想青霜前进 干嘛要把自己 背负这么多 即便是我觉得离婚 也是一种伤害 我还不希望这样 我还想着这个 如果能把这个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 心里头很难受的话 过得也挺难 明白 您看啊 您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完了之后 我轻装前进 对 可是 在我的印象中 有很多人 特别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人 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没有人想过 我先把一个问题解决了 再次开始另外一个问题 全部都是并行 并行 对啊 我看编导给我介绍 说您自己认为您是孔雀型的人 不是我自己认为 是我测试过 好 天一老师 他测试了是孔雀型人格 您来给他分析一下 如果咱今天因为来找问题 咱先不说他的优势了 其实孔雀型 在职场上最大的劣势 就是说追求完美 然后敏感 然后在乎别人的感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出的一点都不错 因为他是那孔雀嘛 是吧 那那个开瓶总是吸引别人来注意 完了呢 比较脆弱 因为孔雀不实时的开瓶 是吧 那是跟情绪而动的 所以说呢 这个您显然就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他特别就是让人赞美他 赞扬他 所以你没事 你要鼓励我 你要正面那事 那么您呢 可能就是属于 特别希望 其实受到关注与认可 可是往往呢 由于您太敏感了 人家想关注和认可您说 您不给人机会 为什么呢 您觉得人家可能会挑你的刺 那么你可能吸收来的 就是一些负向的情绪 那一个人如果吸收来 都是负向的情绪以后 他转换出去的是什么呢 也是负向的了 因为很难讲一个人心里强大到说 我吸收的都是负面的 经过我内心一转换 然后我给别人的都是阳光灿烂的 全是好的 那这事上这样的人 太少太少了 刚才主持人一上场的时候 就说这个先生 这个情商不太高 虽然说智商不低 智商不高 但是您智商肯定不低 肯定不高 对 但是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先生 当时是立马开始反驳 说我情商也 我也觉得不低 但我其实这样理解情商 我觉得情商 就是一种人与人互动的能力 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很多的问题 你看这老师说话他肯定又不爱听 你也说他情商 但是这个先生 其实您刚才讲完这些话之后 我就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 您的这种所有的出发点 永远是从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感受出发的 而且您特别关注那些自己内心当中 特别敏感的 特别细微的感受 然后当别人说出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立马会找到一个理由 说是我的什么什么原因 然后我是不能够这样的 其实您所有的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都是您自己 您从来没有设身处地的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想 他们的这个理由和原因是什么 他在我们俩之间 他定了一些戒律 这事你要不照他那办 他立马跟你翻脸 所以可能说您会摆出很多很多的这个 这个保护自己的一些这个理由 包括保护自己的一些原因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理由和原因的背后 都是因为您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所以刚才这个老岳母说了 让您带带孩子 然后您说我不能一边带孩子一边做饭 是这个事情可能站在很多人的立场上 确实是同时做两件事挺难的 但是您就没有设身处地的想过 这老岳母他不是每天都是一边带孩子一边做饭吗 他管为他自己活着 我自己活着快乐就行 我不管别人 所以我觉得可能说 作为您现在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就说是不是可以把自己打开 然后从您的那个世界里走出来 也看看您周围的这个人 这两个女人包括您的孩子 她们是怎么生活的 她们的需求是什么 其实如果说你永远不关注别人的需求的话 我觉得别人也不可能永远去满足您的需求 你们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互相之间不肯满足 彼此需求的这么一个对立面上 她有一种什么状态呢 我就不要你们两个母女俩把我欺负住 她因为我们是欺负她 我觉得她的这个状态主要是个时间段的问题 情绪的低谷 事业的低谷 这个人生 感情又是一个十年之痒 这个感情的低谷 就是说所有都处在一个低谷状态下的人 人说这个假抗的人容易生气 但是还有一个解读 就是生气的人才容易得假抗 对 就说明有些日子你不痛快了 无论是生病前生病后 都让你有一些你自己的难言之隐 又找不到一个倾诉的渠道 又找不到一个交流的出口 所以就憋屈呀憋屈 所有的憋屈都换成了一种被别人不理解的情绪 总是扔在那个不该扔的地方 于是引起了大家对你的有一些家庭众怒的意思 她说话特别伤害人 我觉得不要祈求别人一定要理解自己 但至少我们特别应该从现在开始 在理解你的基础上在寻找出口 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出口 无论是你想干的事 想说的话 想做的事 想发的火 总得有个出口 否则的话 可能你们家会有更大的麻烦 因为谁都不知道 这个人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超出人想象的很多东西已经堆积在他的那个枪口上 只要有一个人敢去抠 他就能打出去 也许打伤人的那个人都不应该是他打伤的人 我们想着找这个姑爷一点不知道珍惜 我觉得是这样啊先生 您看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包括我包括专家老师们 讲话的时候都在选择词语 就刚才的这个交流过程中啊 我就又想起那句咱们经常说的老话 性格决定命运 就您看 您给我讲的这个故事中 其实您描述了几件事 这几件事你还是占理的 咱说实话啊 但是您在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 您说的更多的是对情绪的渲染 就是我当时的那种状态 我的情绪 对事件的讲述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就是 就是你跟你太太的交流 可能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来听听 妻子听了这段话以后 她是怎么想的 这位女士您好 好 您觉得我们刚才分析的有点道理吗 对 非常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析您的话 你估计也得有点道理吧 我一直认为咱们这个 包括您和厂上这专家分析的 这个都比较入目三分 所以我才会信任这个情 对 这是真话 这样啊 请您到厂上来 咱们一起来说说 佳行你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但在您出厂之前 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 想过离婚吗 想过放弃这段感情吗 想过很多次 现在呢 我还一直没有做决定 因为有很多 想过离婚吗 想过放弃这段感情吗 想过很多次 现在呢 但是我 我还一直没有做决定 因为有很多顾虑 好 我明白了 对 来 掌声有请这位女士 好女士 39岁 东北人 硕士高级工程师 首先今天感谢咱们各位专家 还有这个主持人 还有各位现场观众 为了我们家的这个事情 在这花费时间精力 非常感谢 这是第一点 然后呢 我觉得我来的这个 主要诉求在下面这几个字里边 您说 宽容 感恩 负责 配合 自律 然后希望抱着积极的态度 用沟通这种方式 用我们的正能量 来把我们这个心态变得更加阳光 这是我今天的想法 掌声有请 实际我女儿非常有水平 解释一下 为什么第一个先说的宽容 请做 因为我觉得 每个人都是 人 人嘛 就不可避免的有优点和缺点 如果你想和平共处 那宽容是基础 所以刚才他说的 当年你怀孕的时候那事 你觉得太不宽容了 我能解释一下吗 当然可以 因为第一点呢 是因为当时啊 可能女性都会比较了解 生过孩子的 当时因为自己不觉得 就觉得 就是那种情绪 包括从怀孕那段 我觉得我的情绪就很 就是在高 老实在高点 有一点小的刺激就会有 就是就会爆发那点 就临界值比较低吧 一直到生完孩子 大概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我的那个情绪 真的还是就是抑郁症的那种状态 所以说 再加上后来我这个 妈 你俩这一个假抗 抑郁症 不是 我说的是 是我这个生完孩子这点 对呀 确实 你想想你孩子现在才两岁 你也就说也就刚好了 没几天啊 好了一年多吧 我自己感觉我正常了 我都在激素水平下来了 结婚头几年 老吵架 把他 这个女人 他老憋在这个气 他最后变成了 路线增生 您能不能特别简单的话告诉我 宽容是觉得 他不要记那么多事 对不对 后面您还说了什么 宽容 负责 负责 你觉得现在 他现在不工作状况 你着急吗 非常着急 相当着急 我其实最初的初衷是 只要你能找着工作 我可以 感情是 我可以放在一边 我可以 没有任何的 抱有任何的希望 或者对你有任何的期望 零 可以是零 你知道他现在在借钱生活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当那会儿 他跟他的朋友吧 还是什么 就合作了之后 最后没合作成 把这钱退回来 我曾经跟他商量过 我说能不能 把这个先还给 借给我们 借给你钱的人 因为我觉得能还 还是要还 不要拿借来的钱 在这生活 所以 但是他跟我说 我如果钱还了 我没钱过生活 没钱过日子 他不还 他不还 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偷偷的 给其中一个 借给他钱的亲戚 打了一个电话 我就告诉他 现在他的情况 就是说他现在 没有工作 然后呢 现在这个钱呢 也会退过来 不用去投资去了 你看你是不是 管他要回来 结果呢 结果 结果那个亲戚很仗义 就是说 我现在不着急用钱 他要用 我真让他用 然后这个事就 完了 完结了 我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这跟你 平时生活和做人的 这个方式不太一样 对 我是不是很认可的 还有什么来着 刚才说的 感恩 感恩 感恩很重要 对至少要感谢妈妈 这个当然 当然 积极 配合 配合谁 互相配合 就如果两个人 两口子想在一起生活 一个家庭想融洽 双方要配合 而不是说 你往东使劲 我往西使劲 咱们俩要一起往前使劲 往一个方向努力 为了我们家 往好的方向努力 要配合 而不是说 我依着我自己想法 不照我这么做 那就不行 就这样的 那不是一个 相处的一个方式 其实我挺喜欢看人的细节的 就刚才在这个 你讲话的过程中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 讲话的过程中 我看他在笑 除了笑呢 其他的我就 没有太经历 好 我来说一下 我们刚才摄像机 记录了这位先生的全部过程 在女士讲话的时候 先生呢 磨脸的动作做了两次 抬屁股 然后呢 就是弄一下 做了四次 然后呢 弄腿 弄了两次 然后呢 还有一次呢 别动了一下话筒 就在刚刚短短五分钟的时间里 做了这么多动作 就是这样的 弄腿弄了四五次 他坐哪都不顺于稳的 就坐不住的人 那我就在想了 这个坚英老师 您看到了 我怎么觉得他坐立不安的呢 这个凳子做实在是不舒服 但凳子不舒服 这个肯定也 也许是客观原因的 这不是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但这不是全部的 因为平常我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经常是这样 你跟他说两句话吧 我是希望能大家 安安稳稳地坐在一个地方 谈话 是吧 要想沟通吗 咱们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 他就是一会儿站起来 你还没说两句话 站起来上厨房抽根烟 一会儿来回溜达 你就觉得你没法跟他进行下去 你说他是正面两个人沟通吗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 你们俩的性格 我刚才看到了这一块是什么 先生我也想请您听一下 我觉得首先你们俩 还都是有文化有素质的人 没在这说 俩人上来以后就破口大骂 没有 我觉得这是好事 就是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也是坏事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们没有直接沟通 就在刚才的过程中 我其实一直在观察 我特别希望你说一什么事 他说不是那样的 怎么怎么样 我当然允许了 当然允许了 但是你现在的问题是 你碰一哑炮 你明白吗 你火发不出去 就是你现在在说的时候呢 他没有给你这个回应 然后呢 他就激掉一定程度以后 他就变成了大炮 你看刚才 他那种坐立不安的状态 一定是他心里不满 内容很不错 形式不太好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从小到大 我父母亲跟我谈事 从来没有这样 排排坐这样谈事 都是在散步 但你要知道她是一个理工科的女士 不是 她碰的就是 对 还有就是 她的职业 先生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也是理工科的 不 她的职业要求她像男性一样 对不对 男性思维 对 你承认吗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你的妻子不够温柔 有吧 这样 我来跟她交流一下 我特别希望你来听听 我们怎么交流 你有没有听到 你平时没有听到的话 好不好 好 希望那个观察室里的椅子 能够坐得舒服一点 谢谢谢谢 谢谢 你觉得我们的椅子 很不舒服吗 我觉得还可以吧 我想请问这位女士 您现在工作 应该挺顺风顺水的 还可以 有压力吗 压力大家都会有吧 压力大吗 也还可以 我觉得我能接受 能应付了吗 对 孩子喜欢吗 喜欢 特别喜欢孩子 你觉得你丈夫是个好父亲吗 目前为止不是 举个例子 远的不提了 就提最近的事 最近因为 我比较忙嘛 有事情 然后周末的时候 就不能带孩子 不能带孩子 因为前一段呢 我妈妈还帮着我妹妹带孩子 我妹妹的孩子呢 就是 发烧了 比较严重 生病 我老公就从厨房进来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 我刚才给妈打电话了 说能不能 这两天你照我呀 说那个孩子 因为发烧 我老公的反应就是 拿着手里的那个 骂不 很恶狠狠的 摔到饭桌子上 那你很接受不了 我肯定了 我非常接受不了 然后 我就带着我儿子 赶紧的就 进里屋去了 我怕他再有什么激烈的 对孩子害怕 现在让孩子害怕 我偶尔要打打我 打打我儿子 然后他就 他就看不奇怪了 然后在带我儿子洗澡 的过程当中 我就 崩溃了 忍不住了 也不叫崩溃 哭的次数太多 这只是其中的一次 而且是我能够记住的 最近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痛苦 我夫人就是说 和我的沟通方式 就是肯定存在问题 我第一次对我儿子说 以前 无论他对我儿子怎么样 我从来没对我儿子说过 我说 你爸爸不喜欢你 或者什么 这之类的话 唯一这次 我跟我儿子说 我儿子说 我说那明天你不带 我跟他说 我说那我就带到单位去 因为星期一嘛 我就带 我说宝宝 明天妈妈带你 早晨咱们早点起来 我带你去单位 我宝宝说好 然后宝宝问我说 为什么爸爸不带我 我说爸爸不喜欢 唯一的一次 以前我问他做 你说这个话 你丈夫是知道吗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来推一下话筒 先生您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你听上去伤心吗 我觉得 应该伤心吧 应该伤心吧 嗯 可是我也想不明白 你又不上班 你干嘛不能在家 带两天孩子呢 你是女性 你当然想不通了 我采访过太多男性了 这个 我们有很多都是男性 带大的孩子 我也有我的计划 和那些什么 就是 总是被打断 他总认为我儿子 是一个绊脚石 障碍 妨碍他干任何事情 他很 原来是很烦 最近一段时间 有一些改善 你们会经常一块 带孩子出去玩吗 我喜欢带孩子 但是他基本上 不跟我们出去 我每次都其实有时候会 会跟他商量 或者是祈求的口吻 周末能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 给孩子一点快乐的童年 我希望是这样 我比较注重家庭观念 我不是那种 就是只要自己高兴 别的我不管的人 我认为他是这种人 是只要自己活得潇洒 自在 痛快 随意 别人我都可以不在乎 他管归他自己活着 我自己活着快乐就行 我不管别人 除了这些以外 你觉得你丈夫脾气好吗 疼爱你吗 应该说最初 从刚结婚那几年一段时间 我觉得还应该算对我 还挺好的 挺疼爱的 但是越来 刚才我问了丈夫 丈夫下台之前 我问他一句话 我说 你是不是觉得你妻子不够温柔 他说是 然后我立刻就想起 王导书里面写了一句话 叫 女人不可爱 是因为男人不给爱 你觉得这句话 很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因为我觉得 所有那种温柔的 温顺的 可爱的女人 常常都是因为 她是 她的爱满意了 她都幸福 都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她怎么能发火 我就想知道 没有道理 没有理由 你没有理由 让我开心 让我快乐 怎么能让人家 她很温柔的对你 这段日子里 你一直觉得过得很憋屈 一直都很憋屈 很久了 实际上 我想一想 从我们 结婚到现在 我就挺憋屈的 只不过 这种程度 在越来越加深而已 外表看起来 很干练的好女士 其实一直是个 骨子里在生活的女人 她和丈夫 这十年来 也曾有过美好的回忆 而如今 丈夫对她的记恨 成为两人感情的鸿沟 昔日温馨浪漫的记忆 也随着这近况一样 被丢弃一旁 对于丈夫 这十年的表现 她忍了太久 压抑了太久 你们憋屈 从结婚的时候 就要憋屈了 因为什么呢 从结婚开始 大概没多长时间 她就 刚开始还正常的 做起时间 一起下了班 回家吃完饭 一起该上床睡觉 休息 这样很正 我觉得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可能都这种 很规律的生活 但是 没多长时间 大概就几个月吧 一两个月都不到 她就开始 你先睡吧 我晚上 我要弄点东西 我工作上有点事 我要看 结果后来我发现 她不是说全是因为有工作 而是她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 熬到后半夜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睡了 你也搞不清 然后有的时候 因为我还把我搞醒了 搞得我后面又再也没法睡了 他们晚上像夜猫 是白天水大觉 你说她还关心妻子 关心孩子 前一段时间 曾经是早睡觉 然后四点起床 学习 因为这件事 我们俩最初结婚的前几年 所有的小的矛盾 都是从这起来的 都是因为基本上 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因为这个事 都因为她的做起规律 跟我极不 两个人极不大调 明白 你看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她是一个规律性 比较差的人 然后你呢 在你父母的这个家庭中 你是个非常规律的人 对对 然后她的规则意识 也比较差 比如说借着钱 她可以生活 但在我们的这种 我就觉得没法 可不能这么想 对 然后还有 观念差距太大 在这来这录节目之前 我问过她 我说你认为 我让你心里最难过的 让你做的最不舒服的事 是哪哪些事 像你跟我妈妈说 她不让我好受 我也不让她好过 你认为我做的 对你最不好过的事 是什么 她跟我说 其他的没有 就是那几件 你跟我父母之间矛盾 我一个长辈 我都原谅你了 你就不能原谅我女儿 她刚才讲说 有一次你公公 这么拍了你一下 这样拍了一下 然后你就觉得 公公骚扰你了 是有这事吗 我把事实说出来 让大家来想一想 她父母 是山西人 就是说 山西那边的风俗 就是认为 亲属 就是亲家之间 不要搞的关系那么近 要离远一点 像我妈妈 被我姥姥教育的 就是说出去见人 别叫老张老李的 都叫个大哥大姐 这样说话 尊重人家 所以我妈妈 就叫亲家的 都叫她爸 她妈 她父母 都是叫大哥大姐 但她父母就认为 叫大哥大姐 这不行 这离得这么近 这有点危险 是 她父母亲都要 叫我爸妈 大哥大姐 后来但是也是接受了 我就不能理解 叫大哥大姐 你觉得离距离太近了 这个有点危险 你可以随便的 拍人家肩膀 人家夏天 女士没有穿长裤 露着大腿 你能拍人家大腿 这怎么 这两个层级 怎么来让人家能够 就是 怎么接受 就是我丈母娘又拉进关系了 结果我爸妈才会做出这种事来 你可以说这是你的习惯 我也能够认为 还是拍了多次 他就是那习惯 我现在发现 告诉我是一次还是多次 每天都拍 见面就有腿 那倒没有 还是一次 偶尔一次两次吧 但是至少有 这是 这个问题上 其实我挺生气的 就是说 这个就是对老人的不敬 到了这样的一种表达 是非常不礼貌的 我不是 为什么会让人有这种 反差很大的 你如果说咱俩关系很好 我拍拍你 我叫你大哥大姐 都可以理解是吧 不能叫你大哥大姐 你能拍人家腿 这怎么理解 最相反的两个东西 最好不要称呼大哥大姐 你就拿这个拍腿 来作为一种 作为一种比较的话 这个我就 我就听着不舒服 你明白吧 这是两件事 他怎么不拍那个 我爸我有两 我有哥哥有姐姐 他怎么不拍 别人家亲家 如果说是 确实构成了骚扰 就是说他是骚扰的 我不认为他是骚扰 但是我认为他骚扰 你就没必要拿这个事情 就没必要这么在意 作为儿子来讲 他会很不舒服的 你想想 我觉得这就是欺负人 为什么 你实际上就是 拿你这种地位 或者是爱情 或者什么 你来欺负人 但我是觉得 你看刚才讲了这么多吧 就是你 包括你丈夫讲的 我丈夫刚才他的理解 就是说我认为他 什么耍流氓 什么之类的 那些男性话 那我从来没说过 那是他的 总结出来的 他说的 所以这是 这是王导 为什么生气呢 就是他的生气 源自于他听了你丈夫的总结 然后他认为 你也可能是那样想的 这样的话 我们觉得这样 对老人不公平 的确刚才 人家那个专家 说到一点 就是讨论 实际上到最后 讨论的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真正的事物 是逗气的 咱说句实话 今天我们最要保护的 是一老一小 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妈妈 你儿子 和他的父母 这是我们最要保护的人 我们这是一个媒体 因为你知道吗 我跟他父母 虽然生活 他们 我们原来 我对他父母是很好的 这是大家所有人 包括他本人 他父母 我父母 所有的周围的亲戚 朋友认为 我对他父母 是一直非常好的 所以我说基础是很好的 为什么后来 还变成这样 是吧 就是双方 都是有一定问题 你妈妈伤心吗 很多事 我觉得挺伤心的 你跟妈妈 真的会吵吗 我跟妈妈 有些事情会有争执 还是我给调和 调和完了 啥事也没有 母女嘛 就比较不像 跟陌生人那样 说话是就特别客气 这我承认 但是 你丈夫 其实很多时候 没把你妈当外人 所以他才敢睡筷子 你想想啊 我就再仔细想我自己 就我妈要是 给我说急了吧 可能我也会 推一下碗什么 但我不敢睡筷子 可能推一下碗 我生气 但是要是公共婆婆 我觉得我不敢 我没对公共婆婆 不是 就是你丈夫呀 就他的规则意识 就说我刚才就说了 他的规则意识不够强 你比如说包括甚至他现在 不是因为他跟他父母 就基本没有任何的 什么就跟他父母吵 曾经有一次 因为他妈妈做了排骨 排骨呢 因为就有点碎骨头 然后他就吃了一口 就一下割了他的牙 他在饭桌 立马就跟他妈翻脸了 你做这什么东西 把我的牙都割了 结果我一咬 正好你想 正好扎在牙银里头 我当然我能不生气 我肯定大嚷了一声 他妈妈当时没什么反应 然后这个事就过去 第二天我们都上班了 他的妈妈跟我母亲 痛苦痛苦了 就跟我妈妈就说 我的儿子怎么这么对我 我就想跟他们姐妹问 如果一个碎骨头 正好扎在牙银里头 你长不长 你们不了解外表 你要常跟他在一起生活 才能知道他的个性 所以你看 这又是一件事 就当你的先生出现问题 就跟我们说一个孩子 他摔倒了 有些不太会教育的家长 可能就说 打地 打地 打桌子 打桌子 你明明是自己摔倒的 对 他父母 尤其他妈妈特别愿意帮他找理由 对呀 所以造成他今天 你吃骨头 硌了 那还不是你自己的事 对呀 你都那么大人了 包括你在这场上不舒服 凳子不舒服 是自己的问题 就是说他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问题 而找了一个客观理由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看 这位先生 他到底为什么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的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 来讲声有请先生 场上机子的讲述 让观察室里的张先生 一改来时平静的情绪 变得激动起来 当他再次面对妻子 他是否能彻底忘掉这些纠葛 重新面对以后的生活 在他心中 他最终能越过这个坎儿吗 刚才这位女士讲 就他觉得你现在生活状态 就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好的 你认同吗 认同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家 重新给他好好的过起来 你现在是最重要的一环 头一上场和那个 之前你说的几件事 我想得到一个就是 他们起码对这个事有一个 有一个正常的认识 要不我心里头 我觉得一直会有异 当然 就是说 一会儿我们会告诉你 他们哪些问题 他们对你的父母那些情况 应该是什么样的 但是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也要对有些事情 要有正确的认识 如果你有正确认识 我倒觉得他好调整 我如果告诉你方法的话 如果让我看到希望 来先生请坐这边 先说说 你们对此事的第一个态度 你们觉得这事希望大吗 建一老师 我觉得有希望 我觉得希望主要是在那个 就是这位男士 尽快地打起精神来 然后追求一下新的事业 然后如果有所改观的话 这位女士可能 可能容忍度啊 还有就是对男人的不满啊 等等这些会降低 那么他们俩呢 基础应该还可以 所以还能过下去 我觉得吧 像这位太太 她这样的学历 她这样的成就 和自己从事的一份工作 对男人是有相当要求的 现在其实就学历 就工作经历不差 但王导刚才总结特别对 现在正处在一种 人到快中年了 焦虑期 焦虑也相对低潮 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 太太对她的鼓励非常重要 如果你看着这个不顺眼 那个不顺眼 连情感的 带工作的 带她为人处事的 都不满意 这事就麻烦了 所以我倒是觉得啊 先生当然 我赞成王建一老师的一个说法 一定要振作起来 而且不要眼高手低 要不管做什么工作 要去做工作 要有正常的生活态度 但我认为 在先生有了这样改变的情况下 太太的态度就更为重要了 不给她鼓励 都是一些 一个很强势 再一个可能有些话说起来 就要伤害她自尊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都要改变 在改变的情况上 你们没问题 接下来是一句话啊 先生刚刚来之前说的是 如果这个家庭的问题解决了 我觉得我是能够找到 一份好的工作的 但是现在呢 其实我们希望呢 先生就是说您 不管这个 您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您的生活正常了 才是解决这个家庭问题的 一把钥匙 就反了 本和末 哪一个是本 接下来是你太太 对你的一些生活方式的 不宜不饶 我相信这种不宜不饶 对于女人来讲 让她调整有一定难度 但是前提条件是 如果在不宜不饶的时候 你是不理不睬 不起不落 不好不坏 这就更麻烦 有的时候 你自己的崛起 自己的改变 自己事业的那种顺畅 会给整个家庭的气氛 带来一种转机的话 我相信 那个所谓过不去的东西 肯定能过去 要真过不去 不是早离婚了 早提出来了 干嘛还留着现在呢 对不对 关键是留下的时候 本来是看表现 结果这表现呢 一直没看出来 这是他们家的根本问题 我先告诉你 今天你知道 你太太心里边最大的坎 是这件事 对吧 那么先生的这个心里的结 是你跟公婆婆那点事 如果她前面能坐 你是否可以主动给公婆打个电话 然后呢 跟他们聊聊 我甚至可以理解这女士呢 确实是找着一个说辞 她不是那么说吗 结果她还拍我 她也就是那么情急之下 对 我不相信她会觉得 公共是什么有什么企图 她就是那么话赶话赶到 因为当时家里就我一个人 对不对 上一期她就像您说的 现在是我跟我妈俩人对异 那会儿是他们仨个人对我一个人 那会儿就情急 我就直接问你 只能说的话就有一点过激 那我问你 那毕竟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 对 但是我没有那个想法 我只是说我不太能理解 请你直接回答我 那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 她心里边 先生现在心里有这个坎儿 你看一说这个 她的眼泪就往下掉 我想知道 如果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和谐 你是否可以主动给老人打个电话 我打过电话 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现在问你 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比如说录完节目 咱们再到家了 我给打个电话 爸爸妈妈你们最近好不好呀 我们挺好的 这个 不用道歉 要过节了 对对 要过节了 要过节了 对对对 你们过得怎么样 我们这挺好 你们有空来玩什么的 你觉得这样的话 你可以说吗 可以 因为过年的时候 我就主动那个 就是打过 在刚才 刚才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其实很难过 然后他就又开始出现 他那些所有的紧张状态 我发现你小动作可真多 我说你是不是打架子鼓的小时候 还在一会拍拍这 一会搓搓那 他难受 这个既然他已经说 愿意给父母打一个电话 你知道这个电话将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作为男人 还是不能把这个机会 留给对方 抓紧时间提前 打个提前量 我补一句话 你认为现在 首先要解决是他的工作问题 对不对 他认为首先要解决是家庭问题 那么好 就请你 按照他的想法 解决一点家庭问题 请你按照他的想法 把事业往前弄一点 你们俩都没问题 对 各说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 好 那我现在为了你 我尽量解决家庭的问题 我该怎么做怎么做 我给爸妈打电话 我们好好带儿子 而您现在开始 这个骑驴找马 我先开始工作 我先找 就是 我得 你是这个态度 你对这个家得有态度 而这个态度至关重要 解决现在的一切 你的态度好了 你的这个态度改变了 人家有更多人愿意给你机会 就你现在这个状态说 我要等一个什么机会 没人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先生我们在这经常给年轻的大学生讲课的时候会说 先生存 再谈质量 也许你说我现在生存的挺好的 这话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 我不管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你有这样的态度 我要先生存 我要怎么样 你的太太和你的岳母都不会对你有那么多抱怨 对吗 建议老师给你们俩准备了一个测试 先生 女士 特别希望你们俩认真的去做一下这个测试 一个小的一个心理投射测试 手里有这样一样东西 带着枪来的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这啥意思 你们没子弹吧 就是那个 有这样一样东西 然后你们俩分别看看 然后给出一个定义 给这个东西一个定义 它到底是什么 定义 笔形枪 我觉得这是个笔 笔形枪 定义是在枪上还在笔 在枪上 你看这两人的差异就出来了 妻子说的是笔 是吧 然后先生实际上定义的是枪 你看你们俩 这就是夫妻俩的不同 为什么对同样东西 我们有不同的定义呢 表面上是一个小游戏 其实它是什么样 很有科学道理的 我解释一下 妻子认为是笔 你肯定是 因为先生表扬过 你说你很聪明 在你上台之前 先生就说你说你 智商相当的高 非常聪明 那么就是说 你能够从一个事物当中 抓住它最核心的东西 那就是这个笔头 实际上这个 如果咱没有这个笔头 那就再说笔就不像话了 那一定是敢枪 但就是这个 这前面这小笔间 就泄露了它的秘密 它就是一杆笔 那你能够从这样迅速的 得出一个结论 你并没说这是枪行笔 你不把这枪已经忽略掉了 你就直接说笔 就说明你在你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强 这也是你上台表述的时候 用了很多关键词 然后一点点 就跟包冲头 我说有点包包包包包到一个核心问题 是吧 然后呢 这就是你的特点 那么先生是一个什么特点呢 先生更多的认为他是一杆枪 也就是说 先生现在实际上 这杆枪 不知道要打向自己 还要打向家人 还要打向哪里了 就是他现在有点什么呀 就是误打误撞 然后呢 有点内心有火 他的内心 坦路无疑 我觉得这位妻子 你很聪明 应该能了解他现在内心 就是不要点火了 在点火 这个人就是一杆枪了 其实他是笔的 他可能应该也是一个秀才 也能写出好文章 也能做成好多好的事情 也就是说 本来他是个儿笔 现在眼瞅着就成了枪了 给笔成枪了就 把笔逼成枪的话 笔也可以打人的 对呀 什么叫口诛笔伐呀 对不对 你看你的那发言 用了那么多词 那真是口诛笔伐 与其说 我一开始的发言 我说 丈夫把那个 就是工作好好找一找 事业提升以后 然后觉得你们还有救 其实我倒觉得 妻子你也应该换一个思路 提出另一个思路 供你参考 我觉得你 以你为首的家庭 把家庭生活搞好 因为家庭还 以一个女人为主导的 是吧 然后你把家庭生活 率先搞好 给这个男人一点力量 那也许到把他什么样 像子弹推上堂 是吧 他推向了职场 但你们家庭 如果有爱再调整一下 其实相对是简单的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先生把这个当成是一杆枪啊 这跟他特别想要保护自己是有关系的 因为整场看他老是在给自己找理由 您可能就是解读就是他在逃避责任 但逃避责任的一个同一词我觉得就是要保护自己 我就是为了害怕在这个环境当中受到伤害嘛 所以我就刚才在想这个先生啊 并不是说从今天开始他找到一份工作 你们家庭这个环境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就解决掉了 现在可能几年没有再去工作了 他能找到一份怎么样的工作我们都不太敢保证 有可能他找到的下一份工作就没有那么的顺心 没有那么的如意 如果在职场上再出现一点这个小问题小矛盾的时候 您要是再不给他一些鼓励和支持 他就很容易从这个职场当中撤退下来 这个其实对他来讲是一种更重复的一种打击 所以如果说我觉得先生现在重返职场的话 有可能还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是需要你们家人长期的是一个工作去给他去疏导的 今天以前怎么做我们不管了 但至少今天以后被我们看出来了 咱就别再装了 对吧 咱就别装了 装呢也没什么意思 那就干脆天天就告诉老婆 今天去找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不够顺利 明天试一试再找找王老五看看行不行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也许十天之后还没结果 十年之后还一直不顺畅 谁也不敢预料 但是至少你要真诚的跟你的家人交流 我相信你这样的状态的出现 就能让你家人家里边的这两个比较强势的女人 坦率的讲哥们你不够运气 像你这样的人吧 就得找一个看着你的脸子 怎么想起来你都是全天下最有本事的男人 可是不是他不是他娘更不是我相信你一定是很焦虑一定是很着急 但是着急不是理由而且你用那样的一种 不是王老我跟你说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他挺温柔的 当然了你天天这样我要是女的我温柔 我不跟你闹离婚算对不起你了 我觉得还是我们沟通方式出现了 实际上这个兄弟见 我一直他们在发现我就在想 首先你对自己对你老婆都有没有一个正确认识 首先我觉得你对你老婆是有一个评价的 那你老婆对你的评价可观不可观 这也是我要问的问题 咱先不管你老婆怎么想 你先说你自己 我对你的看法我对你有很好的印象 绝对穿上西装一表人才像个高管 一定是在一个范儿他有这个范儿 他不是那种很萎缩的 大尊毕业干了两年工人 没问题我还中过地呢我插个队的还 这跟他没关系 你那个时代造型 是吧所以我觉得你呢 现在因为是你这种状况 刚才你媳妇说句话 我就在想我国想王光他们也在想 能不能帮你找份工作 但是前提是你自己得想工作 而且不能演高手 你哪怕一个月你说你拿过两万一个月 既然让你拿五千 你可能觉得先少 那么你怎么样 从五千到两万 这是你自己努力 所以我觉得 要想根本改变你们自己 改变你太太对你的看法 我觉得应该走出去 要工作 这位先生 这就是我想调整您的一个 今天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您刚才说 从前面我在采访您的时候 您就说不是钱的问题 可是我想问问这位妻子 认为是钱的问题吗 我认为是也不是钱的问题 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不就说挣不挣钱重要吗 挣不挣钱不重要 关键你要走入正轨 要有一个正常的 每个人 所以就是我想跟这位先生说 您刚才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但是您要知道 就像我不知道您那个行业 就做我们这个行业 我要休息一年 等我再回去的时候 我原来可以赚两万吧 我现在就得从五千起 没错 然后我要休息两年 我再回来 我就是从三千起 我要休息五年再回来 用不用你还两回事呢 在他看来 要找不到一个他想做的工作 他宁愿不做 对 这个话什么情况下可以说呢 就是说确实有四家在找你的情况之下 还有两家等着你的 这没问题 可是问题是你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你天天说这不行 这不合适 我不想去 你连去都不去 谁会帮你呢 你刚才一句话 就让我们所有的人 对给你找工作 丢掉了兴趣 我一上场了还想 这个人穿上西服是个什么样子的 我还在想 反正陈旭那西服穿着也不合适 要不陈旭律师你脱了 让人家穿一下 我们看看他 至少是个什么样 差不多呀 他老说 我真的可以借你穿啊 对呀 没问题 你穿得看 不是 你系个领带 你看保证也是 是吧 不用系 你穿得肯定比别有强套 就是说 你到了至少 咱俩对差不多是吧 那你肯定能穿 来 穿上看 这位业母 我身体领带可以借给你 对吧 对对不对 你看这肯定马上会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看马上会不一样是吧 这个就有点吃上个样子 对吧 来来 借她一个扣子 阿姨 这女婿帅吗 实际她穿上一套西装 谢谢 很有派 很有派 这样一个老板 很有派 你刚才说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有道理 对 所以说你女儿有道理吗 也有道理 那我就说 她们俩各自都有毛病 不 那我就先说说 您的问题可以吗 可以可以 是这样啊阿姨 就为什么把您请上来呢 嗯 我想跟您说一句呢 就是 这件事情啊 现在已经把你女儿 和这个女婿 都折磨的够呛了 嗯 那我就觉着呢 就从现在开始 嗯 您呢 就往处彻彻 彻彻火 行 就他们俩人的事 让他们俩自己解决去 行 更重要的是 嗯 你要给你女儿信心 嗯 就现在是这样 就说 你比如说 哎呀 你说我看我胳膊 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不对啊 就胳膊不好 以后帮他们带孩子 有的时候 您得心硬一点 您就告诉他 我带不了 你 我带不了 带孩子不是您的职责 您68了 那样的话 你这个女儿就会要求 她丈夫必须 没办法了 她就必须得带 而那样她必须带了以后呢 她可能跟孩子感情就更好一点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她责任感就更增加一点 比如说好 我每周就休息一天 姑娘 姑爷 我现在告诉你们了 今天我在这告诉你们 本老太太 每周休息一天 哪一天 麻烦你们自己带孩子 这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吧 嗯 你们觉得可以吗 我一直希望周六周日 我自己带的 我 你别 嗯 你现在说话要改变 嗯 我想拉着她 她得跟着我 你别着急 嗯 你现在改变 是不是有道理吗 是有道理 其实 她要不跟着我 我怎么办 马上告诉你 嗯 我想 那个妈妈你请坐 就是其实我们 更想跟您说什么呢 就是 刚才其实我那一 一堆的话 我本人更想让您听到的 就是说 在你们家里头去掉一个因素 嗯 为什么要去掉一个因素呢 就是 你知道她现在她不是一个得意期 她是个失意期 对 那在在她失意的时候呢 如果有两个强强势的女人 简称叫强音 在她的脑子里头穿梭的时候吧 她就容易 脑袋炸了 她就容易炸 就剩下一个声音的时候呢 她就可以吸收 如果一个声音都没有的时候呢 她就着急的想问别人 也就是说 你现在的这个女婿呢 她没有能力呢 展示你想让她展示的那一部分的状态 什么情况下才能看到呢 只有你们安静过后 让她真的有能力去迈开左腿 踏上右腿 敲开门 进去跟人家说 我想干什么 人家恰巧觉得这个人不错 再加上刚才 传律师的西服的时候 被那老板还找了一眼电视里边 说不错 留下来吧 她顺畅了 拿回钱来以后 可以在老婆面前嘚瑟了 那个时候你挑她点毛病呢 她是个 她是个可接受 否则的话 所有你们对她的挑剔 都会变成一种躁动 让她出现那种 汽车上面的那种状态 很对抗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 想着阿姨 你单独说这段话呢 我就 借着王芳刚才那段话 您稍微撤一下 您不要管他们的事 您不要再管 她现在是什么情况 让她自己想明白之后呢 给您来汇报 这可能问题就容易 事态就容易平息 否则的话 你们可能还会谈不拢 去掉一点 试一点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最重要的 又回到了您这 你自己如果跳不出这个圈来 就会给她带来麻烦 她也跳不出这个圈来 就折腾老人 折腾完老人以后 你们就一块折腾你们家孩子 这就是你们家现在的一个圈 我想问 分别问你们俩一句 你比方站在妻子角度 妻子回答 你觉得是 先让她找工作 还是说你先率先的 把家庭搞好更重要的 你先回答一下 我觉得都挺重要的 只能选一个 只能选一个的话 只能选一个 有个先后顺序 要解决问题 我觉得把家庭搞好 应该是一种常态 不是说因为什么 我才要把这 现在只能选 第一件要做的事 你是认为 先把家庭搞好呢 还是让她先去 有一份踏实的工作 更重要 我觉得家庭 现在应该可以搞好 所以我觉得找工作很重要 你觉得找工作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找工作重要 对对吧 在家庭生活中 我认为产生 你们家庭生活 这么就是不如意 其实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可能 你起一个主导的作用 因为毕竟是你的妈妈 你的丈夫 你的儿子 都跟你有关 那你是一个主导 那如果你 你强调说我 家庭调整 那实际上 分量在你这 明白吗 如果你要是指向你丈夫 你等于推出去 你就说 他得先找工作 是吧 那你就等于还指向他 就希望他找工作 那同样的问题 给您 您觉得是先把家庭关系调整好呢 还是先去好好找工作 您觉得哪个更重要 我觉得先把家庭关系搞好 对 你看 这仍然 这就是你们俩 跟那个 那杆枪那个道理一样 就是说你们俩就怪圈吧 爱对 老师在鸡生蛋 诞生机 谁都不想妥协 这就是很多 就是有比较高的学历啊 然后两个比较 骑虎相当的两个人 凑在一起过日子 家庭 好多都是这种情况 就是说男人到底他 他要什么 我觉得是不是妻子 也应该理解一下 你看你们俩要这么僵着 他说是这样 你说是那样 那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总得有一个人什么样 率先做出一点妥协 我倒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啊 之前你这个岳母 所有为你们所做的一切 不管你认为他是声音比较高八度也好 什么也好 想来想去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人帮忙 没有这么一个人照顾你们的这个孩子 那你想一想 你这个爹严格意义上讲 虽然我刚才替你说了一些 老婆对于关于孩子和你交流的 问你我个人的看法 但是我清楚的知道 你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我只是认为 我要不说说太太呢 可能由于你的不称职 会导致你的更加不称职 所以我才赶快拦截了他的那种 那种说辞 在这个事情之前呢 我倒觉得你应该 走上前去呢 和这个岳母呢 好好说几句贴心的话 像个男人的话 让岳母从今天开始呢 对您过去的一些 他心里有一些隔阂的东西呢 放下 让他高高兴兴的去面对 他的小邻居 他的周边 你看岳母也是蛮头白发 我觉得岳母这个身体现在已经差不多 养得不错了 胳膊 是不是也可以 他跟你交流完之后心情好 脱王房给你找个对象什么的 我觉得也是时候了 来这位先生过这边来 好好地跟 我跟你们说 其实啊 过去我们一些矛盾 我都不在意 观念我是怎么想的呢 毕言他是个孩子 虽然我女儿嫁了他 我把他也当成我儿子一样 你听听 世界过后 只是发生的矛盾 都是从09年往这门 大姐你等一下啊 你看你岳母比你青山高 他就是在你过来的时候 不等你说话 他先把那 比较让人听起来有水平的话 先说完了 赶紧抓你哥们 你好歹也是 不是妈我想问问你啊 我难道就没有让你值得记 记得好的地方吗 啊 不是你光说说我不好 你好的地方以前 就是他爸走了之后 就是发生这几件事 都是你爸有病这期间发生的 之前也有啊 之前有是三年前 咱们没有 太好了 他这个回答太好了 我就 我就知道他会 就犯这种疲漏 这就是他 他不可能不这样 他要不这样 反而不对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这么愚蠢的一个对话 让我觉得都有点可笑 这时候你岳母都把那么 漂亮的话说完了以后 你来一句 妈 你就没有一点好的吗 我知道 你是想让你岳母 借此机会 我为什么和那个 丈母娘这样说话 因为我结婚之后 我没有把他当作是岳母 但是我告诉你 说话上是有的时候 你听我说 来来我给你突击 普及一个常识 他真的是你岳母 是 他绝不是你妈 是但是 你明白吧 你不把他当岳母 你小心他就把你当老虎 来 好好的说话 这是你岳母 对 这不是你亲妈 再一次给你强调一下 对对 你老想把他当亲妈 这我没意见 关键是人家会不会适应这个 当亲妈的那种 不懂道理的状态 对 一二三开始 妈我那个 之前有很多 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请你原谅 因为岳母啊 你有没有感觉到 刚才女婿的说这话的时候 她眼泪差点流出来 其实我们都能听出来 她有哭腔 就是 她挺不容易的 我特别希望 您和女儿 能够给她一点爱 让她在这段时间里度过 一个男人 人一生中都是矮木型的 她现在就在那谷底呢 就我们大家推她一把 她就往上溜达了 你们都踩她一下 这先生就掉下去了 明白吗 这位大姐 你听我说一句话 叫你姥姥的那个孩子呢 是她亲儿子 这个关系 你也很清楚 没办法改变 她正在煎熬着 她受了惊吓了 一个想让自己出色的男人 突然在一种 本可以出色的环境里 不出色 是一件多么闹心的事 对 希望你能理解她 我也理解她 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她居然拍了拍我的背 你知道她拍我的背是什么意思 她说哥们你太理解我了 说说我心里话 她们希望天下所有的人 都能理解她 都能给她一点理解 所以说 毕竟你是她媳妇的妈妈 你看看她的眼泪 所以说 来 孩子 来别着急走 没事没事 来过来 我理解你 没关系 没关系 给她一点 或许是忘到的话 正好说出了张先生 这些年来压抑许久的心声 她的情绪彻底宣泄 先生 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还不错的消息 当刚才我们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回头看了脸的太太 她用力地对我点了点头 我觉得她是理解了 我想的对吗 你能帮我安慰一下你老公吗 你老公你老让我安慰 咱们今天换个程序吧 别等着老公给道歉了 你过去跟老公说一说 老公不要难受 你要是能把你老公哄得不哭了 然后 哎呀妈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我爱过的年纪 红红月亮的日平静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 我做得不好 我那个都给你背道歉 原谅我 原谅我 你以后也对我好一些 在大家的见证上 政府诚恳地道歉 终于得到了妻子最终的亮解 夫妻俩也冰湿浅贤 现场观众也用热烈的掌声 表达对他们的祝福 现场节目录制后 夫妻俩来到观察室 张先生也拿出了 早已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妻子 你认为就在你心里所有的认为我做得不合适 我向你道去 向你触摸你道去 希望我老公能够好好去找这个模作 我能够做的 或者他希望我做的 直接告诉我 我会努力去做的 他们再次简简拥抱在一起 我们真诚的希望通过这次录制 两人能重新调整彼此的情绪 彼此信任放下过去 张先生能在家人的鼓励下度过事业低谷 家人也能够对他多一些理解和宽容 让这个家重新焕发生机 感谢观看